昨天台北股市大漲了将近800点 三大法人买不到8亿 那机关放在乘口啦 基中比喻英国 原因什么 这个叫业内主力盘 或者叫主力业内盘 都没有关系 基本上是先主力后业内 大家买的这个股票是不一样的 主力股比较小 业内股比较大 股本 所以这个拉台消炎就告诉大家 一件重要的事情 你一定要看我的台股新攻略哦 什么重要事情 低档不多了 这些人才会进去抢 去抢反弹 或者做解套波 为什么 因为这个融资都杀干净了 丑马一干净 是主力最喜欢进场的 怎么做 选什么股票 看我的台股新攻略 或者直接加入我 台股新攻略 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亨达投顾 曲林黛老师 感谢你每天 准时的收看哦 来 投资朋友 今天 准涨800点 今天跌400多点 就是足足砍了一半多一点点 那我们要怎么讲 这个叫业内主力盘 我说业内主力盘 就是 它有它的架构存在 它有它的架构存在 就是 我们看股票市场上 有时候看的就是 就是它的内容 它的内容 那 我们等一下会谈一下 什么叫业内主力盘 业内主力盘很重要 它是会刚好 有些 就是一样嘛 就是 突然间昨天 涨了800点 居然突然间涨了800点 200多家股票涨了点 指数创下了 台北股市有史以来 单日最大的涨点 点数最多 单日最大的涨点 可是我们 三大法人只有 买不到8亿 这个一定有什么玄机嘛 你不要看我这样去那么多 对吧 你三大法人只有买8亿 那谁在买 你想一下嘛 光股 有可能 但光股不会这样千 百亿这样 几十亿来 总有吧 光股买 那这样子 当然是一些业内主力啊 那业内主力 什么时候会买 大家听到业内主力 业内主力盘是谁 反正不会是外资嘛 反正不会是外资嘛 外资昨天还感觉到 我记得好像还卖的样子 是不是不会是外资嘛 外资买了也是台积电嘛 可是台积电大涨啊 那谁在买 光股啊 对啊 光股不可能像台积 像外资这样 我几百亿这样买嘛 不会嘛 能买个百亿就很了不起了 那谁在买 那一些涨停板啊 一大堆股票涨停板 是谁在买 每一档股票都有主力 你要记得 我们讲不是主力什么 都了不起什么 每一档股票都有主力哦 有没有 那台积电有没有主力 台积电有啊 台积电的主力就是外资啊 还有特定的那个法人啊 还有光股啊 因为它护盘嘛 那小型股一大堆涨停板 为什么 因为主力就认为说 啊 这个指数啊 再跌 可能在马上再大 马上再大跌 有限 将来的格局不知道 将来格局不知道 但是这一次大跌啊 对不对 他们也来不及卖 所以要做解套坡 这是一个 这是这个行情的 这个论述 第二个呢 因为大家都去 这个指数 权重股拼命拉的时候 多头的时候 他要怎么进场 你进场要我买盘跟啊 那买盘如果跟进来 又筹码又乱掉 我的这个操盘课程都有讲过 我都有讲过 那怎么乱掉 那只有什么 对不对 大家不买那个权重股的时候 指数进入盘整的时候 是业内主力最好操作的 那通常就是财报利空 台积电啊 你这个财报之前的利空 这个利空 对不对 财报之前的利多 财报空窗期 不是财报的利空 财报的空窗期 他来进场 所以你经常说第一季啊 每一年的第一季啊 叫做财报空窗期 那时候最容易是拉业内主力盘 你没把握 财报年报公布要怎么样啊 第一季又有时间 第一季季报公布 第一季季报公布 然后马上看到年报啦 这个叫做财报空窗期 财报空窗期 财报空窗期 这两个 那我们先这个奖势业内 当然主力先啊 主力都是小型股啊 小型股啊 好 都没有 这个融资断了一大堆了 那当然主力 又不是断到主力的 对不对 他当然先坐上来再说 那你可以填表 我们有一些好股票在里面 你可以把表填一填 这时候 你不看我呢 要看谁的 我一个最想 你不看我 你打算看谁 看空头 那市场上没有空头 你有看到老师在讲空吗 又没有空头 我是不知道啦 这不一定有啦 我孤陋寡闻啊 我平常只看我自己要讲的东西而已 我不会去看别的老师啦 同志们你看我的节目 看到今天你也知道 我自己解盘是独树一格 我解盘是独树一格啊 独树一格 这是按我的模式讲的 我30年啊 市场上每一个老师 目前你看到旁边上 没有一个老师的资历比我深 对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李永年 然后叫他塞工 他可能做股票 做股票年纪比我大嘛 大蛮多的 然后可能做股票他很有经验 可是呢 当老师解盘啊 我比他多好几年 几乎快要多10年了 我20几岁出来解盘了 就出来当头顾老师了 解盘又有解盘的内容 我讲的都是我自己多年的经验 你现在在大跌的过程当中 你也是要一个很有经验的 我昨天才笑着跟大家讲说 每一次空头 还有这种大跌啊 我的生意就不会太差 我会员一堆就会进来了 大跌的时候 这个会员 客人都跑进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看的很准嘛 我知道多空很准 可是真的 涨上来一段时间的话 都被那个年轻老师啊 反正涨停满就追 涨停满就是他们家的 当然就很吸引人啊 但是真的是不是他们家的 你这样买那些涨量 你真的能够赚到钱 这是个问号 但所有的年轻老师全部都 涨停满就是我的 恭喜会员 基纪人涨停满 什么都在哪里 对吗 是不是 这个就是观念问题啊 观念问题 所以我们都是 加上我是摩羯座 我是摩羯座 我圣诞夜出生 摩羯座 从头到尾的摩羯座 所以我就稳扎稳打 所有的会员都是稳扎稳打的 空头的时候 老师看着你 我就很放心 我跟你说 这不是空头 空头 所以你跟上我 你会很放心 你自己想到两天之前 把他砍掉 现在如果开始一路涨上去 那你怎么办 你把他砍掉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 有勇气跟他买回来 这都是人性 这些都是人性 那我阻止你把他砍掉的话 对不对 将来就涨上来 你又回来了 这样才对 这样懂 这很重要 关键时间点很重要 好 时间 总统大选的时间 对不对 那这一次 这一次我们 当然会员再看一次 多空冠性 这很重要 盘中冠性 然后现在就开始在 结构这边绕 因为现在混沌未明 所以呢 小次产业小的 这个这一大堆的有没有 小勤股去慢慢攻上 这个叫主力 这里把我们谈的是 多空冠性定例 那我也跟大家讲啊 上母指标的发明人 他跟你讲 美国股市没有衰退嘛 所以我们今天 不用把美国股市拿出来讲了 先不用把他拿出来讲了 我们看一下日经指数 因为这一次的 这一次是这个啊 有没有 所以他要先止跌啊 昨天这两天就先止跌了 回补第一个缺口了 第二个缺口了 有没有 那今天呢 今天目前为止 因为你为什么这次要都拿 不拿日经指数 要拿日经指数去过 因为他几乎是24小时交易的了 这样的意思吗 那这个 它是一个原因嘛 所以这个啊 你要看 你的那个 这个软体啊 什么的 你要把 或者你的那个 投资组 你要把日经指数 期货放进来 日经指数 期货放进来看 那期货如果 如果一直大涨到美 就影响美国股市 就是这种 在美股当中就是这种 利空出境了嘛 所以今天早上 是受到那个 那个 那个挥达 挥达是受到那个 美超额影响大跌 可是今天早上 一大早的那个 这个盘后 电子盘的这个 这个 纳斯达克有没有 是先大跌啊 那刚才我来的时候 是翻红了嘛 因为日本股市不弱啊 他早上也大跌过 然后后来翻红啊 然后收盘是小跌不到一趴啦 现在不到一趴都是 都是套球啊 那就要看啊 你要看日经指数期货 日经指数期货 那 就来的嘛 你给我们搞出这个东西 那你就要 要负责一下 昨天下午 对 日本央行就好 副总裁出来讲的 市场不稳 我们不升息了 所以日股就喷涨了 日元就走扁了 那他这句话呢 如果将来 将来一路走跌了 现在市场上 已经有交易员了 再压一次中长空 中长空的日币了 日币走扁嘛 你升息日币就走升嘛 你现在不升息的话呢 他可能日币就一路走扁了 那已经有人再压日币 再破160了 现在是10 11 14几 147 148吧 这个很重要 那这个就联动到 你要 你的 你如果不习惯看 你就看美股 因为 这次是 从亚洲市场上 日元升值 跟日元升息的关系啊 所以 你晚上的那个美股的话 他也会看到日金期货 因为这次至少是一个利空嘛 日金指数期货的话 如果真的有买盘的话呢 这个交易员都是 多头的主要去拉日金指数 期货 那反而就得了美股股市的下跌 所以昨天啊 昨天再跟你说 他昨天开稿 然后有这样 所以美股沙尾盘嘛 然后 那回答 你看他是开 他一度涨3%到5% 后来跌5% 所以现在关键不在他 在台积电 所以我们的 政府官员一定要多多 互卫台积电 不可以说是股灾那种话 懂我意思吗 他影响很大 你都认为会股灾的话 当然就台积电就先死 台积电推打就涨不上来 因为那是 是互补的 互补的 然后呢 美股沙尾 昨天跌 你没有看到跌20% 美股沙尾从这里跌到这里 已经跌60%了 这会影响 一定会影响广达 一定会影响广达 所以如果呢 有那个ETF的啊 ETF是有广达啦 尾上这边为主的ETF 你要小心 他们可能在下一次阶段 就会把它抛掉了 因为 不管什么 美超委跌了 美超委是全世界 最重要的AI伺服器 你都知道AI伺服器 那美超委呢 那老板呢 好像姓梁嘛 然后他自己也说 灰达的确 他自己说的啊 灰达的最新的金片 的确是有delay 所以他讲完这个话 自己重错 讲完这个话呢 就把它代筛 那也代筛今天的什么 有没有 今天的台积电 可是台积电还是很稳的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就是为二 两党AI的重量股票 就是台积电跟什么 跟灰达 所以我们政府或者是 重要的官员啊 一定要多多 跟台积电保持联系 用台积电 台积电可以影响灰达 灰达也可以影响台积电 那你要等到五月底 我记得是八月底 八月二十九号吧 我记得啦 这是灰达的财报 到时候应该也不会太差 尤其现在灰达先跌的话 所以你必须等到 那个时间点 对于股市来讲呢 AI决定的费成半导体 对不对 那也决定了 美国的科技股 那怎么样能够撑到他 股市不要继续 中座在那边盘盘盘盘盘盘 他的财报 因为他先跌了嘛 灰达已经先跌了 灰达已经先跌了 你财报利空搞不好就上去了 就算利空 但是如果利多就涨更凶了 我们对他是有信心 为什么 台积电的财报很好嘛 只不过 这有的没的 这要注意的 所以短时间你看不到这个 但是你利空会直接出现 股市啊 多头是环 慢慢的涨 慢慢的盘 慢慢的上去 对不对 那空头呢是急跌 应该不是这样讲 应该股市啊 对不对 是缓涨急跌 要跌得很快 涨慢慢涨上来 那空头呢 是缓跌急涨 慢慢的跌到断 所以新手怕 怕急跌嘛 老手怕盘跌 就把那个空头来 就把那个空头来 给你慢慢跌 盘跌盘跌 再一根大跌 然后就强力的弹上来 一大跌的话 就有空担回补嘛 就先弹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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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做新手怕急跌 老手怕盘跌 你看 这个道理 再来看看 银河健康还在高点 可口可泪也都在高点 这个我都没有变 因为他们没什么涨跌嘛 美生 美国最大的航运类股 是这样 这几天 我这两天 它也是在历史高点 这是历史高点附近 这个地方历史高点 日本的最大航商 航涨 日本为什么跌这一根 就是日本崩盘那一天 崩盘那一天 它慢慢涨上来 它跟你讲说 它要运价涨 那现在就是中东的问题了 就是中东问题 但是我认为运价 不管怎么样 都是长多可举 慢慢来 因为股市还涨 这个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加南指数 破 这就是 日本股市重挫那一天 有没有 这个日本股市啊 重挫那一天 就这一根 那台股那天跌1800点 这可以看看 是不是 要慢慢的回补这个缺口 日本也慢慢在回补缺口 好 那是昨天的话呢 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拉上来 叫做什么 叫做多头惯性 叫多头惯性 那十一点半来到最高点 所以它是收最高 附近 当然不会一点不差 不太可能 那就拉上来 收最高 这盘中分 所以是收最高的多头惯性 那今天指数呢 一开草就跌五百多点了 盘中一度跌大概两百点左右 那今天的缺点是什么 它是空头惯性 摩擦亚洲市场上整个都翻红了 可是我们却出现空头惯性 我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看盘 来到这里十二点过后 亚洲股市连日本韩国全部翻红 全部翻红 全部都翻红 中国股市也翻红 就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美股昨天费半毕竟跌三趴嘛 我们开低百就合理了 我们夜盘指数跌了四百多点嘛 是不是 那可是 可是空头惯性啊 就在这里十一点半 过了十二点突然间 本来这里想要你如果能够上去 就多头惯性了 那还得了 就至于我们变成空头惯性 过了十二点半过后 日本股市开始翻黑了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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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台湾那么重要 因为台湾有谁 有2330的台积电 所以台北股市我们的不可以网制菲薄 对不对 只要你确定台积电的财报 所以政府要跟台积电密切合作 要密切合作 台积电绝对是大利多 但不受到市场的影响 所以就算我们政府要把整个盘做得漂亮的话 也要留意盘中惯性定律 你去给他看是不是 过了十二点钟 日本股市翻红 韩国股市翻红 早上他们都大跌 日本股市早上跌了快3% 中场翻红 日本期货 至今指数期货翻红 美国股市的盘后也涨 前大跌再涨 翻红 所以这里应该进入多头惯性 可见空头还是有它的力量在的 对不对 结果我们一空头惯性 对不对 注定尾盘不能收高 日本股市就翻黑了 就翻黑了 你把它想一想 那天大跌是什么样的场景 1800点 本来只跌1000点而已 八九百点 早盘还一度只跌四五百点 就是这一天 然后就是我们有人说股灾 那股灾第一个伤的一定是台积电 台积电那天盘中亮灯跌停 亚洲就崩了 为什么 日本就崩了 为什么 因为祸首是日本 你唯一能够支撑的 就是台积电而已 你看到台积电的盘中亮灯跌停 是不是 啪就杀了 就杀得更用力了 为什么跌台积电 因为冷静下来好像只是 市场上传出来 可能是口误啊 或者无心之过 就上来了 这刚刚台积电基本面很好 再想想美国 再想想美国 美国的就要总统大选了 对不对 然后再想想日本 日本再想想说 我不见得要继续升息了 在这个多重因素的情况 日股就开始膛上来了 大涨上来了 台股就跟着两天这样 那你知道意思吗 所以我们的这个策略啊 政府策略不管什么 你要记得 我再讲一遍哦 不要以为我们故意讲 这种盘中惯性啊什么 对 你一定要有 投资人一定那个 副盘什么 他有一个盘中惯性 跌五百点跌一千点都没关系 只要你盘中的多头惯性 你看今天不是一大大小跌这个吗 那一样是空头惯性 你不要以为收盘仍然大跌 如果收盘跌 假设今天收盘跌三百点好了 四百点好 这盘中是多头惯性 那也没关系 就慢慢的化解疑虑 比方说重要关键的有人买 所以多空盘中的多头惯性很重要 那如果从昨天多头惯性 过去两天都是多头惯性 今天有点空头惯性 一样啊 我们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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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十天当中 搞不好九天是多头惯性 或者十几天当中 多头惯性占大多数 空头惯性占少数的 那就继续要涨了嘛 这样懂意思吗 这个要善为运用 而且你那个时间 刚好亚洲市场都在开盘 而且祸首是日本 他也是洞见观瞻啊 他看到你空头惯性他也怕 他也怕 对不对 这个呢 越内主力盘 今天不是一堆股票涨停吗 新科 这都是预定啊 这上面这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涨停啊 这主力啊 主力啊 新胜利主力啊 金利科 摩探集的 IC设计能霸细的 细口 对吧 那你就看 罗森 8374 我跟你讲 这张股票 我来给你看 它叫机器人概念股 它上半年啊 转亏为盈 其实它去年也没有亏很多了 转亏为盈 可是上半年加起来 探不到一天 五分而已 上半年转不到一脚啊 一毛钱也转不到啊 一毛钱啊 那现在要找一毛钱的硬币还没有 我跟你说 我会变你啊 0.5 脚 对 它是这一次啊 今年以来最大的主力股 对 所以呢 主力 业内主力盘 或者主力业内盘 照理说应该讲主力业内盘啊 先主力又业内 业内比较 比较大嘛 这股本比较大 有加上3406这种的 就标准的啊 跟大家讲一下 这种的啊 就比较像业内啊 3715的 这个有基本面的啊 今天掌停板嘛 有比较像业内 自营商啊 什么状况的 比较 资金比较庞大的主力啊 就比较像业内啊 通常都是 部分的法人啊 那自营商也有 公葬施葬啊 有时候你看不到的东西啊 再讲 就 就 就 不好意思啊 有没有这些 联军也算是业内主力股 建基啊 金库没看到的丁堂 有时候发起来的 但是今天有个东西叫云豹能 你要注意哦 云豹能也算是业内股 这如果再涨上来就不得了了 我就不得了了 重店什么都一起来了 好 那美国十年公债 前天最低来到3.7多 那昨天呢 因为我刚才说你拍卖公债啊 美国那个 我刚才说你 你现在 在股市这样子震荡 那美国那个要总统选取来 那要找谁 要找叶伦啊 你不可能找联组会主席 包尔 因为那是独立机构啊 可是你找叶伦是可以的 很多各机构法人想做都会跟 会给叶伦一个建议 因为他牵测到民主党会不会胜选啊 你崩盘就挂了 所以昨天啊 叶伦想要去拍公债拍卖有没有 来什么 那个公债指数涨的话这个就跌嘛 刚好是颠倒啊 收益率就跌嘛 结果昨天谈上来啊 因为前天是这样啊 37啊 最近是3.9啊 这蛮多的 这好几个基点呢 是不是 一二四个基点呢 突然间再谈了 那他又对升息感到疑虑了 降息感到疑虑了 又对降息不是 这样讲他讲降息才对 因为日本升息嘛 所以一直搞搞 搞到大家的头眼 然后又说升息啊降息 对 连我自己有时候都 讲都会讲错了 航金取货是没什么都没什么变 现在在这边没什么变 中东事件 那这样上升指数 我觉得他快要有答案出来了 中东他扮演一个很重要角色 那这边讲中国股市的重点 好那接着讲个股吧 讲一下个股吧 台积电是我们8月6号跟大家讲的 这个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个 有没有 田表来的 我们这一次讲的就是台积电嘛 长榮嘛 那台积电我们讲完之后开始涨 昨天又涨 台积电两天真的涨了十几%很吓人啊 那今天小跌 他如果我说过来到这上头 功能季线 他会来到这上头 我还蛮有信心的 来到这上头 他的责任高一个端 就是以横向整理 他来到这上头也能够把回答 带上季线 大家都来横向整理 渡过这两三个月就好了 或者渡过这个月月底 刚好 回答公布财报也是一个方法 也是有 台湾有责任 在台积电 包括我们政府机关 台积电基本面没问题的啊 没有可以取代的啊 包括政府法人啊 院内法人都应该 有台积电 对不对 你可以慢慢 不要让他大跌 震荡走高 撑到8月29号 灰达的财报 哪能够见真章 到底AI怎么样啊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你问台积电 台积电当然 very very ok 非常ok的啊 那你要撑到 灰达的财报 那灰达加台积电 要撑到美国总统大选完 这样的意思吗 那你把这些利空来找出来 就知道了 我明天呢 这一两天在砸 看有没有 找不到 美国有那个 全世界有那个 政治地缘风险指数啊 中东这样分啊 风险指数都没什么动耶 可见中东事情真的 真的让大家会这样 那就是 中东事情会真的很严重吗 中 这个叫什么P 什么R GPR GPR 那个风险指 政治风险 指数 它是1900年就有了 1900年 有时候我们 我们看那个 这个地缘政治风险 看它怎么样 其实到去年到现在 那个政治风险指数没有 但是乌尔战争的时候 它真的是狂飙 风险升高嘛 古巴事件 政治风险 2008的金融办法就不关它的事 因为它不是政治的问题 不是政治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过嘛 你要影响政治要看那个政治风险指数 政治风险指数 好 是万海海运 长龙呢 多头没有改变啊 有没有 万海也是啊 昨天还一度涨停 然后呢 这是很漂亮 涨多就涨多会拉回 涨多会拉回啊 所以 我们有一档股票你要来看嘛 就是这一档 这一档 中大型股 中大型股 好 那 这是药花药 我说外市益在大买 前两天的事 你看今天药花药 差十块钱走入创历史新高 它是六百多块 差十块钱是多少而已呢 这B的尾盘再下来 因为指数收低嘛 所以 只要结构涨得对 指数就不会收低 结构涨得错 指数就会收低 那指数的收到 那就是低的话 那你不要以为 多头这样弹上来 空头 空头也不会 不不不不 点点点 对吧 他会在盘中时间坡 跟你做手脚 你说谁 我怎么会知道 这是一个无形的多头 跟无形的空头 在这边做一个手脚 所以才有创交出 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的盘中时间坡 但是因为台湾有一家台积电 它的影响所及会影响到日本 那这次日本的利空 会不会慢慢走 利空出境的话 就在于时间来证明 你不会再强力的在升息 可是它风吹草动 它有东京 日本是很重要的半导体的国家 对吧 东京威力科创 是不是 以北电 春田 Sony 一大堆重要的半导体 东芝 对 艾德万测试 都是全世界知名的 重要半导体 还有什么 瑞萨 是全世界第二大半导体设备 瑞萨 全世界最大的晶圆 晶圆厂 纯粹晶圆的 有没有 跟环球晶联动的 叫做什么 叫做性乐化学 所以我们的台积电 洞见观瞻的做法 就这影响 因为这个时间他们 台积电变得最重要嘛 因为美国的AI 公布财报的时候不怎么样 可是台积电财报很好啊 是不是 这个就是 其实这个做盘的 多头的思考模式 要啊要 我猜啊 当然 这个昨天 这个昨天 昨天长多了嘛 长多了 有没有 今天稍微拉回一下 那再等月营收跟季报 月营收跟季报 那这个也是 前一天大跌 有没有 昨天 盘中涨停 那今天呢 今天还好啦 很像整理而已啦 但技术面是红K的 台北股市今天还收低 但技术面是红K的 华裔 我跟大家讲8月2号 讲完之后呢 有没有怀疑 8月2号 这边推 就这一天推荐的 因为8月2号是傍晚嘛 你已经收盘了嘛 那你如果要进场就第二天买 那当第二天 第三天就涨停了 有没有 刚好过一个假日嘛 就涨停了 有没有 过一个3号 然后三四 对五六 有没有 过一天 就涨 过那个假日之后就涨停了 有没有涨停 涨停 然后呢 这个今天啊 昨天开高走低嘛 但是小涨啊 今天去 所以昨天 最小就没有什么好硬的啊 但今天又大涨了 啊这个呢 这就是业内主力盘的股票嘛 小型股嘛 是不是 清云呢 那一天 中错1800点那一天 那一天一度涨停 你看我好厉害啊 结果中错一 中错1800点 那当然被带下来 变成小涨而已 变成小涨 结果呢 小涨之后 有没有 昨天啊 1800点那一天 他小涨喔 还团中涨停喔 那跌1800点 你看他这是这样子震荡 有没有 8月6号嘛 今天8月8号嘛 是不是 再拉上来 那8 这是今天 这是8月7号昨天的嘛 有没有 他创新高嘛 对 那今天呢 台北股市震荡嘛 你看他 他还是拉尾盘的喔 他拉尾盘的喔 所以我说真的是钻石股啊 石头中的钻石头 什么钻石的 是不是 在石头中的 找到钻石怎么着 一看就知道啊 钻石是闪闪发亮的耶 你看也知道 他一看就知道啦 那为什么 今天盘中啊 这个这个 比特币突然间大涨 突然间大涨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中央关键时间点啊 你不用担心啦 你的东西我都会处理啦 我讲的东西才是真的 现在就是业内主力盘 所以我这样讲的 涨对股票跟涨错股票 现在台积电这些权重股 应该横向整理 甚至海运股 稍微整理一下 但是因为你比照 美超围跟辉达 非电子股会比较占优势 所以海运股比 比电子股占优势 因为它有权重的味道在 它也影响会影响非电子 但是小型股 当时也有电子什么 一大堆的有没有 螺森那些啊 为什么涨上 因为他们要做 第一波的什么 叫做自救 叫做解套波 如果国际股是稳定的 对不对 它就一路做上去 那也没关系 如果国际股是没有稳定 它做了解套波 它逃掉 这个叫业内主力盘 那这两个的观察 重点在美股 那我个人的观察 是这个是往上的行情 利空即将要出境 那业内主力盘 为什么现在敢这么做 因为跌很深 第二个呢 它也算准你啊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你不会再大跌 我就可以做解套波 这句话你有没有听懂 你不会再崩跌 不会再大跌 我当然可以做解套波 你这句话是有逻辑的 因为美国总统大选前夕 对不对 你吃 不会崩 目前不可能 因为你这个日元 央行都讲话了 对不对 这些都可以解决 所以他堵你不再大跌 他就敢在这里做 业内主力盘的解套波 第一阶段 你不知道的话想一想 就知道他有道理了 不会管理指数 你就他们横向整理也没关系 那业内主力盘 这些小型股嘛 有没有 538670 搞不好明天拉一根 涨起码靠给你 对不对 无所谓的 因为他不占全职 那你指数不会大跌 那这波大跌的过程当中 比特币有没有跟着大跌 有啊也跟着大跌啊 那如果你不会再大跌 你注意听哦 如果你指数不会再大跌 表示说比特币也不会再大跌了 那我现在跟你 开始跟你拉5386的青云 敢不敢 今天不是就拉尾盘了吗 这样懂得意思啊 今天这个比特币啊 不就是盘中涨5%了吗 你把我想的 我讲的东西都很无所谓 想一想想一想 业内主力盘 为什么现在拉 就读你不会再大跌嘛 那我先做解套波 对不对 你不会大跌整个指数慢慢整理完了 我刚才说过 你把我话都想清楚哦 多头隔几是缓涨几跌 所以指数可能接下来就缓涨 缓涨慢慢的盘盘 度过时间 最有可能 对不对 那业内那些套得很深的 突然间提上去 融资都砍掉了 他当然高兴的 自己再做一个解套波 他的大前提想的啊 就想的你不会再大跌 我去先做解套波 万一这个涨上来了 我加减赚 我先解套 然后再继续赚 都可以 那我那这个 小型股嘛 请问5386的 的青云是 大型股还是小型股 是大型股 还是小型股 当然是小型股啊 那他刚刚这个比特币有关啊 那比特币这一次啊 从6万 6万5 6万7开始 上到5万 5万3耶 跌破5万耶 因为跟着国际股是大跌 那如果我指数 我就对比特币 前天应该昨天 爆出历史天量耶 有人低档强力的去接他啊 从5万元底下涨到5万7啊 两天前啊 比特币他跌到5万的时候 他爆出大量把它接上去 那个大量是历史上的天量耶 历史上的天量耶 两天前的比特币爆出历史上的天量 把它接上去的 是谁在买 是谁在买 那没关系喔 就这样讲 就回到我刚才所说 就堵你股市 因为这一次股市大跌的话 比特币也跟着大跌 他就爆历史天量再接他 那如果市场上认为这是业内主力盘 那这一档是不是业内主力股 像不像 像啊 因为他小型股啊 他基本面很好啊 7月营收年增300 百分之300 月增百分之260 他最有上涨的潜力 所以他根本没有跌啊 最近他没有跌 那既然又急拉尾盘 收平盘 机会来不来 就这样子啊 我没有起立了起 合乎逻辑 你把我讲 其实我从头讲到尾 都是合乎逻辑的推论 而且你绝对听得懂 你只要愿意仔细听 你绝对听得懂 我没有乱讲任何一个东西 那我再拿国际股市给你看 那美国股市最大的压力 就是美超委 所以那个广达那些要小心一点 因为你有 因为牵涉到ETF啊 那如果投进啊 这个月过去的广达 这个美超委都没有涨上 就砍 他就把这个广达剃出了啊 就把广达剃出了啊 搞不好就 就再多 多党的这个 把这个六四四六的美 这个什么 要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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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起保瑞拉起美食 他们回来都可以把 把这些接近他们的ETF啊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我跟你讲 我刚才美食我漏到一个东西 美食大股东转单 终一跌 因为你转单马上大涨的话 就以请人家侧磨啊 那刚好遇到股市那么股灾 大跌啊 他现在 他现在涨上了 他不用怕人家讲了 不用怕人家讲了 就等什么你月营收跟季报怎么样了 他不用怕人家讲直接上去都可以了 我不用怕人家讲了 因为跌过了 而且刚好 遇到股灾 他不用怕 你要记得他不用怕人家讲了 你那个转单一下 然后马上大涨 他想说 你炒做股票 是不是 他转单又不到市场上去抛 他是A转给B呢 因为反正说 你单一样啊 艾薇群这家公司啊 外商啊 手上持股太多 他说 建议你卖一些调 结果他不是到市场上去卖啊 他是把那些多出来的 认为应该多出来的股票 转给另一个外商啊 你这样转过去啊 就用主力转单的时候 大主力转单的时候 拜托他马上拉 马上被钉住 内线交易 刚好遇到股灾下来 他现在不用避讳了 不用避讳了 希望大家听得懂 这是二三十年的经验了 三十几年的经验了 好吧 赶快来填表吧 还有呢 其实是你 这时候是你 参加会员的最好时期的 你想一想 我讲的话 只要你看我很长时间 都讲的 我讲的东西都很合格无逻辑 好戏 另一个阶段多头的好戏 现在才开始 台股新攻略 祝福你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所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正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观众朋友请勿看节目更单操作 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戏 好戏 好戏